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说的是 生产可能曲线 到目前为止 从前面几个单元 我相信各位已经接受到很多不同 在经济学里面 因为我们用到了图形的分析 所以我们介绍过很多不同不同的曲线 从最早的需求曲线 供举曲线 然后到了总产量曲线 总成本曲线 编辑产量曲线 编辑成本曲线 还有等产量曲线 成本线 预算线 哇 都是一些线 那今天呢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生产可能曲线 要讲生产可能曲线之前 我们必须要跟各位同学 先定义机会成本 什么是机会成本 透过机会成本这个定义 我们才有办法进一步 去把生产可能曲线 这样的概念 把它引导出来 我们的学习目标 第一个 我们要先跟各位同学说明 什么是机会成本 第二个呢 把生产可能曲线的意义 把它推导出来 那接着呢 在这个单元的最后面 我们会有很多的图形 来跟各位同学说明说 当然生产可能曲线 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 这些它在经济上的意涵 还有它 我们可以从生产可能曲线的变化 来可以去得到说 这个经济社会 它是属于经济成长的阶段 还是说 这一个经济社会呢 它是偏向于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好好的学习 我们的学习方法 第一个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在上课之前 这个单元所要传达的内容 先把这些内容先看过 那把有问题的地方 先把它做一个助记 在课堂的时候呢 透过这样一个专心的聆听 希望能够帮助你来理解 你在之前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些 观念上面没有理解你的地方 那回去之后 我会建议各位能够马上听完之后 回去之后马上做整理笔记 做一些课后复习的工作 那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希望说各位能够在 把这样的概念 跟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 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对于你在理解 这个单元里面的内容 是比较有帮助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所以按照这样的课程目标 我们的课程大纲定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 我们要介绍机会成本 第二个要介绍什么是生产可能局限 那生产可能局限 它在经济上的意义又是怎么样 那最后呢 我们就会用一些图形 来说明生产可能局限的应用 生产可能局限的应用 非常的广泛 那我们会透过一些图形的变化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那么首先 我们先定义 什么是机会成本 好 各位看到同影片上面去说 机会成本 其实就是一种选择的 一种取舍的关系 那么机会成本定义在后面这一段话 将资源用于某一个用途的时候 该资源可用于做其他用途当中 最有价值的那个代价 各位看到这样的文字 应该是感觉到非常的抽象 那我举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我们说资源 比如说金钱 金钱就是一个资源 比如说你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零用金就是五千块 用于某一个用途 你这五千块呢 你可以拿去买衣服 买东西 你可以拿去买衣服 你也可以去买书 你也可以去买任何的东西 那另外的 这笔钱你也可以拿去什么 买吃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去麦当劳 你也可以去吃义式料理 等等等等 因为你的资源就是五千块 你可以用到不同用途 或甚至说时间也是一个资源 一天的资源扣除掉你的睡觉时间 你可能工作或是玩乐的时间 大概就十几个小时 在这个十几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有限的资源之下 你可以决定 你想要去看电影 或是你要看书 或是你要看电视 或是要去唱歌 我们要根据这样的例子 再去做进一步的说明了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当我们决定做了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有五千块 我决定拿去买漂亮的衣服 我们已经做了这样一个用途 那么可是这个五千块 如果我们不去做买衣服这样一个动作 我们如果可以去买书 可以去看电影 可以去买CD 可以去做任何事情 这五千块 我们可以去做其他的消费 那么在这个其他的用途当中 那个付出代价最高的那个东西 就是我们做这一件事情的机会成本 简单来讲 假设我们这笔钱拿去买衣服之后 我们就不能去买其他的东西 这些其他的东西当中 在你认为哪一个牺牲的代价最高 假设因为买衣服不能买书 因为这本书对你很重要 比如说是哈利波特的这一个书 因为这笔钱你拿去买了衣服之后 你就不能去买哈利波特的这本书 如果你认为买不到那本书 是你牺牲代价里面当中最高的 那这一个代价就是 你去做了这一个买衣服的选择之后 你的机会成本 因为你做了这个选择 决定去买衣服之后 你就不能去买哈利波特的这一本书 所以这本书的代价 就是你在做衣服选择的时候的机会成本 我相信这样同学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那各位接着再看 因为资源的稀少性 我们刚刚说时间金钱资源是稀少的 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必须做选择对不对 好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选择 因为资源的稀少性 所以我们必须做选择 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金钱 我们去做选择的目的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用 也就是说我们白话所说的我们钱要花在刀口上 那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比如说我们是以生产者的角度 我们可以决定说我们要生产什么东西 我们要怎么样生产 我们是要用机械化生产还是要用人工生产 那我们也可以决定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如果假设我是一个果农 我可以决定我要种巴勒或是我要种香蕉 或是我要种凤梨等等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为谁来生产 这是一个选择的一个概念图 那接下来当我们做了一个决策 比如说当我这个农地决定种巴勒之后 我就不能什么 我就不能种香蕉啦 所以当你选择种巴勒之后 你不能去种香蕉 这件事情就会产生出什么 产生出机会成本的概念 回想我们刚刚说的例子 你决定买衣服 你就不能去买哈利波特的书 那一本书的代价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机会成本 那今天这次是个果农 他决定种巴勒了 所以他不能种香蕉 所以他决定种巴勒这件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就是他不能种香蕉 好从这样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 我们想要去推导出生产可能曲线 那各位看这一个生产可能曲线的定义 各位看这个地方 他说一个经济体系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将所有可使用的固定资源 做充分有效的应用 然后呢 在现行的生产技术之下 所能产出的两类产品的最大产量组合的轨迹 哇我的天各位同学 当你看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 你是不是又觉得 这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我们必须要把它一顿一顿的把它切割出来 好 这个是说什么 第一个 各位 资源是固定的 资源是固定的 我们在讨论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是一定的时间之内 比如说一季 一年 一个月 好 我们的资源是固定的 假设我们说一个月 我们的零用金就是五千块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做讨论 比如说零五千 然后一下子六千 一下子七千 那我们就没办法做讨论 在一定的时间内 我们的资源固定 然后呢 我们做充分有效的应用 那就是表示什么 我们拥有这样的资源 我们全部投入下去哦 我们全部投入 然后在目前这样的生产技术之下 这样的生产技术之下 在目前生产技术 我们假设有五个劳动 十个单位的资本 我们全部投入下去 全部投入下去 能够创造 创造出来最大的产量 能够创造出来最大的产量 是多少 然后上面是有一个轨迹 那就是表示说 我们资源是固定的 我们可以决定说 我们要投入多少的资源 然后去创造最大的产量 那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只假设什么 两类产品 各位同学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要再提醒各位同学 是说经济学的分析里面 很多都是透过图形的分析 那在图形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画成图形 一定就是要有横坐标跟重坐标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们现实的经济社会里面 我们有可能只生产两类产品吗 当然不可能 但是为了要让各位同学去了解 什么叫生产可能局限 我们只假设 经济社会只生产两类产品 那透过这两类产品 我们才有办法把它画到什么 才有办法把它画到我们的坐标手上面 这是第一种产品 这是第二种产品 然后呢 我们去找出各个不同的这一个要素投入 这个资源的投入 能够创造出来最大产量的那些点 我们把它描绘出来 才能够得到生产可能局限 那所以各位接着 你当你了解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说明之后 我们看 我们用这张图表 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我们从刚刚原本文字的定义 进一步 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说 生产可能局限 它有一些基本的条件 一个 资源是固定的 一个为5000块就是5000块 我们才有办法做讨论 那另外一个 我们要假设很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是 生产技术水准不变 还记得我们在前些代表 有曾经跟各位同学介绍过 规模报酬递增吗 如果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话 厂商的生产技术是进步的 那如果今天是处在一个 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 我们去做 生产可能局限的讨论的时候 就会失增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厂商是处在一个 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 我们资源不用增加 我们的产量就能够增加了 所以我们必须假设资源固定 生产技术水准不变 然后呢 第三个条件 资源必须做充分有效的利用 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资源 都全部投入去做生产 然后呢 假设只生产两类产品 然后将这些资源固定 生产技术固定 全部的资源投入之后 生产这两类产品 我们把那些能够创造出来 最大产量的那些点 把它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生产可能曲线 那各位看到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来推导出这一个生产可能曲线 它应该会长成什么样的样子 那进一步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把机会成本的概念 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同学说明说 透过机会成本的概念 我们可以去推导出 这一个生产可能曲线 那各位看 这个例子是说 我们有20个工人 5部机器 这就是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资源是 20个工人 5部机器 目前的技术水准 就是技术水准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工人不带工 机器没有坏掉的话 可以生产皮鞋与球鞋的 最大产量的组合 那各位 资源固定 资源20个人 5部机器 全部投入 技术水准不变 将资源做 充分有效的运用 好 那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 最大产量 各位看 如果我们把全部的资源 全部去投入去生产球鞋 我们可以创造出 40双球鞋 那如果 我们把我们资源全部投入 在V点的地方 我们把资源投入 我们可以生产一双皮鞋 37双球鞋 以此类推 那各位看这句话 每增产一单位皮鞋的机会成本 各位看 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决策是说 当我们增加皮鞋的生产 就如同我们刚刚前面的例子 当我们决定做了买衣服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资源是固定的 我们就势必要减少什么 势必要减少我们说要去买那个哈利波特书的 这样的代价 那个代价就是机会成本 那今天原本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投入球鞋的生产 我们可以生产40双球鞋 那今天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决策 我们想要增加皮鞋的生产 那势必怎么样 势必我们就要减少球鞋的生产 好所以当我们增加皮鞋生产增加一单位 增加一单位 我们必须放弃什么 我们必须放弃三个单位皮鞋的生产 那这个三个单位就是当我们决定做皮鞋 增加皮鞋生产一单位 我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三双的球鞋 那以此类推啊 如果我们说当我们从两个单位的皮鞋 要增加到三个单位的球鞋的时候 各位看两个单位的皮鞋 可以搭配三十二双的球鞋 这是最大产量 那如果今天我们为了要增加一双皮鞋的生产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我们只能生产二十五双球鞋 所以我们必须牺牲多少 我们必须牺牲三十二减二十五 七双球鞋的数量 所以当我们越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越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越不能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越不能去做 各位用你们的生活经验 当你心里面越想去做一件事情 那就表示另外一件事情 你就越不可能去做 所以各位那个机会成本的代价是怎么样 越想做一件事情就越不能去做 更不能去做 所以付出来的那个机会成本代价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大 各位看这个地方 机会成本 有没有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怎么样 越来越大的 就是增加的 我们的资源是固定 当我们一直想要增加皮鞋生产 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球鞋的生产 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机会成本会怎么样 机会成本是会 机会成本是递增的 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大的 我们说我们把这些最大可能产量 生产这两类产品 最大可能产量的组合的轨迹 那些点把它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下面这张表的生产可能曲线 有没有 A点就是什么 40双球鞋 零双皮鞋 B点呢 多增加一双皮鞋 然后呢 我们必须牺牲 三双球鞋 那如果我们继续要再增加 增加一双皮鞋生产 我们必须要牺牲什么 我们必须要牺牲 五双球鞋生产 如果我们继续要增加皮鞋生产 我们要牺牲多少 我们要牺牲七双球鞋生产 所以你看机会成本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原本是三双球鞋 变成五双球鞋 变成七双球鞋 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 机会成本是一直不断的增加吗 所以机会成本地增 我们先说明 生产可能取现的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什么 就是机会成本会地增 也因为机会成本地增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图形有没有 是凹向原点的对不对 因为机会成本地增 所以生产可能取现是凹向原点 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曾经提过 比如像等产量取现 无语取现 它都是凸向原点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里面印含的一个概念是 比如说编辑销用地减 编辑报酬地减 地减的概念会让这条曲线是凸向原点 那在我们在谈生产可能取现的时候 因为是机会成本地增的概念 所以这条线是凹向原点的 这跟我们在之前几个单元里面 所谈到的曲线是不一样的 是相反的 因为地增 所以它的曲线是凹向原点的 在这个图形当中 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 叫G点跟H点 G点的意思是什么 G点的意思就是表示 你的资源没有完全投入 如果你的资源完全充分利用的话 你的生产量一定是在这条 生产可能取现上面 所以如果是在生产可能取现以内 那个G点 它所表示的意思就是 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那H点是什么 H点它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 是你在目前的资源 以及生产技术水准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你所达不到的产量的组合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增加资源 要不然就是什么 你的生产技术进步 我们在前面也跟各位提过 只要你的生产技术进步 你的产量能够增加 自然而然你的生产可能取现 就会往外移动 另外一个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是 你的资源没有增加 你也不可能产量会增加 因为如果从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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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 五个工人十部机器 或是十个工人五部机器 如果你没有同时增加工人或机器的话 这个H点是你没有在目前的资源 以及技术水准不变的情况下 这是你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产的组合点 好 这是两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跟各位同学做说明的是说 我们在说生产可能曲线根据它的定义来 它说它是在是一个资源做充分有效的利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生产可能曲线上面 它所表达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 就表示第一个资源做了充分的利用 好各位看这个文字的说明 原则曲线移动 当一种产品增加 也就是皮鞋增加皮鞋的话 那么球鞋生产就要减少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经济体系的资源有限 因为我的资源就是这十个人五部机器 我如果要增加皮鞋生产 我就是要减少球鞋生产 因为我的资源已经全部投入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同时增加 同时增加两种产品 好这个东西各位 因为我们是在这一条等产产曲线上面 你希望某一个产品增加 你另外一个产品就要减少 因为你的资源是什么 你已经资源完全投入了 所以不可能做变动 所以第一个 生产可能曲线它所表达的意义在于 资源已经做了充分有效的利用 第二个是什么 因为在生产可能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已经是达到最大的产量了 各位同学想想看 你的资源十个工人五部机器全部投入 在不同的ABCDEF点 你都达到最大的产量 请问你这样的生产有没有达到最高的效率 当然有 所以说在生产可能曲线上面所代表的意义 第二个呢 就是说生产可能曲线上面的每一个点都表示 这一个厂商它的生产达到了生产技术效率 也就是最高的生产效率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前面 已经跟各位同学做了一个说明 就是机会成本递增 当你越想生产皮鞋 你就必须牺牲球鞋的生产 当你越想要进步再增加皮鞋的生产 你所要减少的球鞋生产就会越来越多 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要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概念叫机会成本递增 那也因为机会成本递增 所以生产可能曲线是凹向远点的 各位从你们日常的生活经验 都可以很容易去理解机会成本递增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也因为机会成本递增 牺牲三双球鞋 五双球鞋 七双球鞋 所以造成它那个图形是凹向远点的 所以各位同学这个部分一定要务必要留意 接下来呢 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生产可能曲线它的应用 那各位看这个图形 如果生产可能曲线往外移 生产可能曲线往外移就表示什么 这个经济社会是什么 是在进步的嘛 经济是在成长的 经济成长 经济成长 所以产量才会增加 所以生产可能曲线才会往外移 如果经济衰退呢 也就是经济是呈现衰退的状态的话 那么它的生产可能曲线就会往内移动 这个很容易理解 经济在成长 我们会生产更多的东西 所以生产可能曲线就往外移 经济如果是呈现衰退的状态 衰退的状态的话 那么这个生产可能曲线就会往内移 好 这边另外在跟各位同学附带说明的是说 好 既然是经济成长 有所谓的中性成长 中性成长就是什么 假设只生产两类产品 那如果是中性成长的话 就是两类产品 它们的 这个成长的幅度都是一样的 好 就是它也不偏 这个X产品的产量的成长 也不偏Y 两种产品都是以同样的速度来成长 那另外一个偏向成长 好 因为X产品跟Y产品 可能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产品 那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些说明 那因为不同类型的产品 如果看这个经济社会 它所发展的方向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成长的偏向 那你看 如果说这是X偏向的成长 各位看这个地方 X偏向 那就表示什么 它会偏向X成长 所以各位看 X产品的成长幅度 是不是比较大 那像另外一个是什么 那是偏向Y成长 所以Y成长的幅度 就会比这个X成长幅度来得大 这个就要看说 X产量代表是什么样的产品 Y产量代表是什么样的产品 来做判断 就是要看这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向 到底是怎么样 那所以各位 我们接着看 好 我们说我们可以从生产可能曲线 去看一个国家 它的产业的发展方向 那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有两条生产可能曲线 这个是有两条生产可能曲线 那么各位看 这个 各位看横坐标 横坐标表示的是什么 我先在这边做一个注解 其实这个横坐标是 我们说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经济社会 它的发展的方向来看 它这个国家重视的东西是什么 假设横坐标是农产品 这个地方是工业品 那各位看 这个红色线是不是偏向 偏向农产品的生产 好 所以你看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箭头 红色的生产可能曲线 是偏向于农产品的生产可能曲线 那这条绿色线呢 偏向于工业品的生产 所以绿色线是着重于 工业生产的PPC曲线 从这边就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说明 比如说像绿色这条线呢 就像什么 就像德国 德国的科技水准比较高 德国的重工业的发展 非常的完善 所以这条绿色的线 就比较像是德国 这个国家 这个经济社会的生产可能曲线 那哪一个国家 比较重视这个农产品呢 比如像巴西 因为巴西拥有比较多的自然资源 所以他在整个 这个产业发展方向的时候呢 这个巴西呢 巴西就比较会偏向于农产品的 这个发展 那么德国呢 他们的重工业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德国的部分 就会偏向什么 偏向这一个绿色的这一条 生产可能曲线 好 我们也可以从这一个生产可能曲线 的这样一个变动的幅度啊 可以看出来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B点 B点 各位看这个B点 B点是什么 偏向奢侈品哦 比较偏向奢侈品 因为奢侈品它生产比较多 必需品生产比较少 C点呢 C点是比较偏向必需品 B点是比较偏向奢侈品 这一点它可能代表国家 例如像 例如像什么 例如像美国啊 美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程度 比较高的国家 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准比较高 所以美国会生产比较多的 这一个奢侈品 那什么样的国家 比较偏向 这一个必需品生产比较多 像是东南亚 东南亚国家 比如说像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东南亚国家 可能会比较偏重在 必需品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生产上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 生产可能居然上面去看到说 这个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如何 最后 像你这个 奢侈品就是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 在西点 因为偏向于必需品的生产 所以经济发展程度是比较低的 接下来啊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个生产可能曲线去了解到 这个经济社会 它未来经济成长的速度 那各位看 重座标是资本财 横座标是消费财 如果各位知道的话 资本财对于经济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哦 资本财对于经济成长才是有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说在A点的地方 因为A点的地方比较偏重于什么 A点的地方比较偏重于资本财 B点的地方比较偏重于消费财 所以A点 A点因为资本财生产的比较多 所以它未来经济成长的幅度会比较高 所以各位看这个图形 接下来看这个图形的变化 你看 因为资本财生产的比较多 所以它的那个生产可能举线 那个经济成长的速度 往外移的那个幅度会比较大 那因为B点 生产比较少的资本财 比较多的消费财 所以它的未来成长速度 就会比较减缓 所以你看它图形的变化 我们刚刚在最前面也跟各位同学提到过 如果是经济成长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生产可能举线的 这个外移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来看它的经济成长 在B点的地方 因为消费财比较多 所以它经济成长的速度比较缓慢 所以它未移的幅度 相较于A点来讲 就会比较小 所以从刚刚前面的介绍 各位 从机会成本 到生产可能举线 然后从生产可能举线的定义 我们知道 原来从生产可能举线 我们可以去知道 经济成长的幅度 还有这一个经济社会 它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 以及它未来 经济成长的速度等等 所以生产可能举线的应用 非常广泛 生产可能举线这个单元 请各位同学 务必务必要去了解 什么是生产可能举线 以及这些生产可能举线的变化情形 来了解这个整个经济社会 整个变化的情形 希望各位同学 在这个单元的学习 一样能够非常的顺利